那你怎麼接觸到泛音的啊? 我一開始接觸到泛音就是 初學的時候我都看那個tab比較多 它上面會有一個ah或者是什麼奇怪的標記 我就問說那個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那個是泛音 然後那時候他們都說怎麼彈的 你就把這邊放上去 然後可能這樣就有聲音 然後這邊有聲音 我之前的了解就是這樣 就是說它第幾個有聲音 但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知道這樣做會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會有一個 就是那時候可能還知道說 那是因為弦樂器的特性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之類的 就沒有然後了 因為我那時候停留在只知道彈 但是不知道融會貫通吧 那就知道了 泛音 嗨大家好我是新來的剪輯千千 目前負責懂聊天系列影片的剪輯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也喜歡我的剪輯風格 你可以使用底下的超級感謝功能 來支持我們製作更多更有趣的影片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幫我們留言或是分享 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回饋 那現在就讓我們回到正片 那所以泛音對你來講是什麼 泛音就是 比較高的音 就是 真的嗎 其實 我的認知就是泛音是一個音色 就是在吉他上的一些特定的格子上 它就是可以利用這些音 就是不同音色的音這樣 對我來說就是泛音這樣存在 因為它少了頻率比較低的音 它就是一個泛音它可能只有這樣 然後它沒有下面那個部分 就它低音會比較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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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明顯少了那個 底層的聲音 都偏高的那種感覺 泛音聽起來會有這樣 然後是什麼 很像那個鐘的聲音 哦 就有像那個 可能keyboard裡面有一個bell 那種 有一個當 的那種聲音 當當當 什麼當當 當當當 對 泛音都有來說就是 一個音色的應用 嗯 對 像就我知道的概念來講 就是泛音它是 因為弦的一個震動嘛 對 那我們只要在 某一些特定的位置上面 去觸碰的話 就可以讓它的弦變成 等份的震動 它就會變成等份的 可能是兩等份啊 或是幾等份啊 之類的 四分之一的 然後它因為這個等份的震動 它就會導致它的聲音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聲響 的存在 然後那個在吉他上面 就是我們講的 泛音 對 像比如說最常 最常知道的 大家最常知道的就是12格 就是你觸碰12格做泛音的話 就是 把弦長分成平均的兩個等份 對啊 中間 對 所以左右其實不同的格子 都還會有不同的等份 然後它的音高 它的震動聲響 就都會不太一樣 這是我知道的 你知道的大概有哪一些位置 可不可以幫我示範一下 我通常是以12格為中心嘛 就是 然後12格 如果你單看12格的話 再切一半就是 大概在第五格的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跟12格一樣的音 但是它又再高了8度 8度 對 那就可以以這個中心點去看左右邊 就是 第七 如果我們現在往右邊看的話 其實第七格會是 第五格的5度 然後第九格這邊有一個泛音 它會是第五格的3度 大3度 所以其實泛音在吉他上是一個大3特弦的存在 對阿 跟那個泛音列有關係 然後往左邊看的話 它就是這個比較特別 它就不會像是 後面這邊有兩個 它就是第四格的地方會有一個 大3度 然後再 再過去一點點 是什麼3 3 3.2 啊 吉他摸上我這樣寫 3.2 3.2 有一個5度這樣 它就是 5 5度這樣 對我 比較常用的就是 對我就是這些 嗯 那薇凱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泛音要怎麼操作啊 幫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泛音就是你要有一隻手指頭 碰著 輕輕靠著 然後 彈才會有聲音 碰在第三 第五 第七 第九 對這些 然後就輕輕碰著 就可能還要左右稍微找一下啦 就微微的 找一下比較準確的位置 輕輕靠著然後 右手 撥的時候馬上放開 就會 這是最簡單的 最直觀的泛音 如果你覺得空弦音的音不夠用 你就可以 左手壓著你要的音 然後再去泛那個 你左手如果按的話 你右手就要去同時擔當那兩個角色 因為左手按了你 你沒有 然後原本你是用左手去碰弦 對啊 然後右手撥咒 然後讓它發出泛音 可是現在左手按了 那就沒有手可以去碰了 對啊 你就要用你的單獨這隻手指頭去 用這樣 我個人是習慣用食指碰 然後用無名指撥 所以去用食指去碰那個你要泛音的位置 對 然後用在後面這邊 這樣撥 摸這樣 然後你是用無名指去撥弦 就會長這樣 這可能要練一下 這是一個特別的動作 對啊 你只要你壓幾個 右邊這邊就是多幾個 所以像剛剛不是空弦音有3579那些位置 12那些位置嗎 對 所以你左手按了我也可以在這些位置泛音 你要加你按的格數 就是那個357912就是要以你這一個 就以你按的地方當作空弦音開始往後翻 第三格第五格 基本上你想要彈什麼音的泛音都不是問題 它都會跟剛剛的那個呈現的幾度音的那個效果是一樣 對啊 你只要去想說我哪些旋律需要做泛音 你就可以彈到 只要你想 我相信都可以彈到 都有辦法彈到 對對對 就是看你要怎麼去處理它 像比如說大家常做的會是什麼 就是左手有按然後右手泛音 就可能就 所以這個就是往後算 左手按的格子往後算12格 這最常見 對啊就是可能 它是空弦音的話你就彈12格 左手按第一格你就右手在第13格去做泛音 對啊然後第二個就是第14格 第三格就是極限泛音 嗯 然後現在很多人在這邊敲來敲去 對啊 它的概念就像是 你敲這個動作同時會滿足你在這邊撥還有碰那個 你敲了會讓弦震動嘛 對然後你又剛好手放在那個的話 你就會 你那個動作的中途就會 瞬間滿足你 滿足你碰然後彈那個條件 就會 它又會碰到那個特定的位置 然後你又會撥它 你又會碰讓它震動 對 像第5格 12格就有聲音嗎 第5格 第5格 只是就是你左手按和弦喔 那不是那個12格的位置都不太一樣嗎 所以你就是 可能可以讓它單純有弦聲之類的 比如說現在按C和弦的話 它就是斜的 對啊 就大概就是斜的這樣 你就要把一個斜的位置去 對對對 大致重疊啦 真的 那你如果很用力的敲的話 你其他弦也會有聲音啊 只是你敲的那個地方的聲音會特別的明顯 所以有可能你哪邊有旋律你就可以敲那邊 可能可以這樣 就是可以去敲特定的 它又同時會有打擊的效果 然後又會有泛音 就是tapping 就算沒有泛音 它其實也會有撥到弦 也會有弦 你左手在按的和弦的那個聲音 對 就會變成說你的打板 就會多用這個 其實我只認一個概念 我根本沒有在分什麼 什麼 人工泛音還是什麼 我沒有在分那個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概念而已 就是 你要去碰這個特定的位置 然後要去撥弦 就這樣 就這樣 沒有什麼人工字啊 所以就是 你看所謂的人工 也就是剛剛 左手有按嘛 然後右手有 有這樣子去做翻譯 你撥的這個還是自然翻譯的位置啊 對對對 然後就算是 像比如說電吉他比較有在用的 pinch harmonic 就是大拇指這邊 就是 它只是要在特定的位置上去 觸碰它 讓它變成等份的震動嘛 對啊 所以 我可以碰著 波弦 但我也可以先波弦 再去碰 再去碰 也會有聲音啊 也會有 而且如果電吉他 是high gain 再去聲音就很亮 對 所以這個右手 這個也是一樣啊 就是 所以我也可以 用大拇指側邊去碰 對我聲音啊 是啊 我只要縮短這個過程 就是 就變成這個 所以對我來講 它的 原理都一樣 只是你做什麼 動作 去發出這個聲音 對啊 然後 所以像我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只認這個概念啊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 可能還有幾招啊 就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我可以 比如說 就是 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 在後面去做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好玩的事情是 它可以被拖拉 就是它那個泛音是可以被 被拖的 對 就是 這個是我大概知道的 一些比較好玩的事情 對 其實後來 像你剛剛有講到一個泛音列 我就覺得特別印象深刻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突然通了某一件事情就是 喔 原來我們在做吉他上面做的泛音 它就是在呈現泛音列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我們的空弦音到底是什麼 對 然後 它應該會有所有的泛音列 的泛音 對 對 所以這個泛音列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這樣我們應該會秀土 它就會有這一些 所以這一些其實是我們都做得出來的 只是明目明顯而已啦 我覺得 對好不好用 明目明顯 然後有沒有辦法操作在實際的彈奏上面 因為跟主音的差太遠 基本上你就聽不太到 而且 像我自己個人的經驗的話 泛音如果要好做 在後製的音色調整上面 Gang要開大一點 然後所以像電吉他的破音啊 或什麼的 那個就會比較容易操作 對 然後像木吉他的話 有一些那個太靠近琴頭的泛音 那個就 基本上很難操作 大概這個 對 像我知道的話 就是有 有這一些 這裡已經是更音了嘛 高八度 再高八度 然後再高八度 左右 就可以看那個泛音列 這一個再高八度 旁邊還會有一個 旁邊還會有一個 旁邊還會有一個高 一個全音跟低一個全音的 所以它就可以 這樣 是這樣玩啊 對只是在木吉他的實際應用上面 我沒有 怎麼用 很小 因為其實你的右手已經很大力了 而且你如果平常用手指頭還彈 根本就 超寶丁的 這個在電吉他上面 好像會比較有得應用啦 像譬如說 Jeff Beck 我記得他就有一些這種 比較 偏激的泛音 對 對我印象中他的彈奏上面會有用一些這種 可是他是彈電吉他的 然後再加上 破音的效果啊 什麼的 就是會比較好呈現啦 對 還有switch 對啊 實音器的段落 就是會比較好呈現 對 對 木吉他這種東西好像就有待開發 哈哈哈哈哈 好